有时候是要把手放开 这种是一种心海 早安 早安 你没事吧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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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醒了 你还好吗 你怎么样 还不错 早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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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参与任何案件调查 卡卡 我把你问过了 现场的监控录像的确被人破坏了 找不到什么痕迹 这早安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真让人担心 他刚才不是还在 人呢 早安人呢 是 衣服的褶皱应该是拖动导致的 手上的血迹 他摸过自己的伤口 不对 应该是抓了什么东西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 谢正荣是先被盾起击晕后塞入彩球 当彩球炸开始 身体坠落 导致颈被拉扯断裂至死 但是 从谢正荣失踪到备用彩球被提出来的时间段 大概是晚上的六点三十到六点五十 现场所有的监控录像都被黑客破坏了 我们排查了一下 没有不在场证明 又有犯罪动机的有三个 仓库管理员庞宏伟 调音师文山 还有女团成员 施代荣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怀疑我杀了人 你先不要激动 目前我们列出的嫌疑人都只是推测阶段 我们必须一个个排除 才能将杀谢正荣的凶手绳之以防 我承认 我当时确实有一点事情 离开了一下 但我根本没有杀人动机啊 那位庞宏伟 为谢正荣借了三万块钱还不起 只好来做仓库管理员抵债 而那位调音师小姐 从入职到现在 还骂的字数 都能写成一本书了 你还不如去问问他们 比较有意义吧 容容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啊 谁跟你一样 有脸没脑子 那你的不在场证明呢 无可奉告 哦 我的手 不用了 我 你去 北斗 你去 那你去 我去 啊 刀具用的粉末 如果她挪动过谢正容 那么谢正容身上 一定会留下痕迹 说不定 在挪之前就洗手了呢 这东西哪儿都是 光靠洗手是没用的 那请问文山小姐 你的不在场证明是 我 虽然有一段时间离开了 但只是因为我身体不舒服 去了厕所 那谢正容究竟是什么时候 被塞到球里去的 该不会 有人假扮成谢正容的样子 其实他被打晕 塞进去的时间要更早 这也不是没可能 我倒是觉得 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我们所有人都看见 谢正容从某一个地方掉下来 可谁又能保证 他就是从这个球里掉下来的 彩球旁边的架子 是不是可以走人 是 那是横架搭出来的二楼 有给灯光师布置灯光用 走 去看看 我 就是 别人 能活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现在认罪的话 还能以自首的身份 从轻处罚 我没有 人不是我杀的 你不会还在怀疑我吧 好吧 那只能由我来找凶器了 凶器 在这儿 那是什么 麦克风玄碧支架 文小姐 你猜 会不会在上面发现你的指纹呢 只要有我谢振荣在的一天 我保证 你别想在一月全混 想当大明星 下辈子吧 谢振荣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一开始真的只是想要找他平凌里而已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看到我就屁头干脸把我头发还羞辱我 我实在是气不过所有才随手打了东西打了他 不错嘛 不过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直接把我培住掉了 因为你有不在场的证明啊 你这个戒指的晒痕也太明显了吧 刚刚失去见男朋友了 不过作为偶像明星 初入公共场合 还是稍微注意点比较好 早儿说得没错 你果然是个很厉害的侦探 我可不是什么侦探 我只不过是个学生 拜拜 你的事情都做完了 我 我在监控室看点东西 怎么样 听一下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 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这种事情 最近有频繁发生吗 有那么几次吧 我好像 有间歇性失忆症 这次我干了什么 我给你打电话 你说你在监控室 等我赶过来的时候 你已经晕倒了 奇怪的是 监控录像已经被修好了 还恢复了一部分声音呢 监控录像修好了 我干的 我 我不是 是啊 难道是碰巧别人弄的 你过来看看 总共有多少录音要查 总量有五百分钟以上 而且 这声音太过于嘈杂了 机器根本提取不了 必须要靠人工 现在去哪儿找一个庭里天才啊 你说 庭里天才 谢总的脚步声又出现了 他出房间了 左转 二号 他现在再继续往前走 路过了大厅 右转下楼 五号 他开始和厂工交谈 七号 等一下 他可能吵起来了 打开拍放 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我 你在我开工室里做什么 出事 我出去 凶手 应该就是那个人 现在听起来最有嫌疑 而且可以确定他是名男性 他是徐江 谁 一个歌手啊 你上一个手机铃声 时光旅行 就是他唱的 他才说了一个字 你确定吗 我确定 只要我听过的声音 我绝对不会忘 我们听说他和谢总之间 好像一直有经济纠纷 所以有的时候 还会看见他来公司 和谢总吵架 搜查谢正容办公室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我带了把刀 偷偷溜进演唱会的后台 他没想到 有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 进了谢正荣办公室 一开始啊 我还以为他只是谢正荣的助理 没想到 他走了之后 我就在谢正荣办公室 发现了这封勒索信 可是真没想到 谢正荣居居然死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人不是你杀的 我发现这件事之后 就直接开车走了 因为心里没有负担 就没有刻意躲避摄像头 这些你们能不能找到证据的 那我说 杀人这种事 只想想应该不犯法吧 你说的工作人员 是演唱会场馆的 还是艺人公司的 应该是艺人公司的 毕竟演唱会期间 后台不准任何人进入 更何况是谢正荣的办公室 如果他是 心远公司员工的话 恐怕 女团也会遭遇到危险 我的手机呢 你怎么和我一样 开始犯丢手机的毛病了 你等一下我打过去 好像是议议室 去那看看 真奇怪 怎么会在那里啊 所以呢 Trung 你居然有电梯 monsieur 没干嘛 继续 梅 我不喜欢骂人的 怎么没信号了 我的也是啊 门怎么了 怎么突然关上了 好 我知道了 我问过了 他们公司会议刚散 施代柔 林淑瑶 苏恒都回家了 雨肖和早安好像还在公司里 你刚才联系上早安了吗 没信号 那公司电话呢 没人接 来 是着火了吗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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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了 救命啊 救命啊 有人吗 走啊 走啊 有人吗 怎么样 没信号啊 就是要不要 我自己问一个人 有些人 有些人 书都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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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都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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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